从事地产经济这么多年 我以为终于能够买下属于自己的投资房 想不到接到银行的通知 我的贷款审核竟然没有过 前几年我将心力都放在照顾孩子上 所以地产经济的收入也相对变得不稳定 眼看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了 本来想买一套投资房来出租 也增加一些被动收入 想不到贷款却没有通过 还好我想到了范宇的不查收入贷款 与范宇好一贷 加上我原本就是范宇的地产经济 与贷款部门沟通起来轻松又快速 很快的核贷之后 我也买下了心仪的房子 后来在范宇每个月固定的培训课程中 我又接触到人寿保险 原来人寿保险是省税的理财工具 还能够作为教育基金的用途 所以我马上帮我的宝贝女儿 做了教育基金的规划 更棒的是范宇还有自己的税务部门 在税务专家帮我检视我的收入状况后 我也开了Solo 401k账户 特别适合我这种自顾者 不但能省税又能增加投资收益 而且我们全家的房屋汽车保险 健康保险都是找范宇 因为范宇和超过40家保险公司合作 能够快速的估价 找到适合我们的保险 范宇一站式的服务 真的是方便又经济实惠 除了地产经济外 我也考了人寿保险与贷款的执照 为我的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 让他们也能够简单轻松地 享受一站式服务的好处 我知道范宇才是最好的选择 感谢范宇 不但照顾了我的家庭 也创造了我的财富 感谢观看